在哪裡? 泰國 在幾點喔? 1點14,凌晨 現在我們到了韓國的公司 叫了公司機也到了 但是呢,我們本來是叫車交到林大森的 結果司機到錯地方到達出發走 所以我們要上來 我們趕快去哪裡? 現在去酒店,check-in先了 快遲了,快點了 我們住什麼酒店咧? 住Go Apple Suite 現在等著司機不來 那附近是停太久了,被趕走了 現在等著呢 那車終於到了 是 我会想上车车 终于到了 疫情以后隔了4年,第一次重复泰国 这也是我们俩的第一次泰国之旅 由于工作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选了晚上的班机 抵达泰国时间是凌晨 所以订的酒店也就在机场附近而已 又终于带了 法表是159块 打车Grebs 183 我们没有零钱 来去找那个大堂去换 然后司机在这边等着 这就是酒店整个的环境 带国的标志心 摇一下 给他捡 下来一遍 105号 接住接住 我们来了 要看鞋吗 不问透了 比较简单一下子 还有个包箱但是没有使用 有镜子 有个床 这也是很简单 可以了 冰箱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 空到我 两瓶水 到酒店这个时候 他还是去找东西吃的 不太吃了 只能吃 酒店里的杯杯面 哇 这个 还比我快已经出来 弄了 我来帮你烫好了 要吃冬样的杯杯面 太薄了 太薄了 这边酒店还是不错的 还有杯面啊 零食啊 而且泡的水啊 这钱也是不贵的 25块钱一杯 还可以 给大家做 跟美肌面有的一瓶饼 印度尼西亚的薄米好吃还是 同香同源 还是泰国的好吃 都好吃都好吃 蛮饿了就好吃 真的是饿了 旁边泡河不要吃 对 我就随时有四个种 等一下要去曼谷 曼谷中心 今天一早上 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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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折车的后座 空间感太小了 对于脚长的我太辛苦了 现在要去 打卡拉帮折车 坐火车去 曼谷 85班 这趟了 这趟了 你怕什么 对 对 嗯 排斗 我看信心闭好 我们坐在这边 是很靠近机场 然后要过来这个地铁站也是很靠近 机场过来就大概是7公里 这边过去 铁站就大概是3公里 所以费用还是很不错 那我们住的酒店呢 可以的 住一晚上 反正还很舒服的 空调也很热 也不会锁到很烂 我觉得90块钱的酒店 还是很值得住 这边的酒店是最靠近的一站 所以只要在这里买票 就能直接抵达曼谷中心 还是很方便的 好 这里的人都很亲切友好 看到外国人都会主动的为我们指导方向 外国人的数字挺好的 就凭在这里的人 上火车都很遵守秩序 先下后上 不会插队还是正间空后的上火车 好了我们刷地铁站 本人还是会常被搭车 你从一百五百五百块 如果非常做图板 就是五百块 所以加上来 现在我再算一下 还是坐地铁 坐公共交通去万股中心 划算还是直接搭车去万股中心划算 打车的话是350块太多 350块太多 一个人的话就170块 拉卡网到曼谷中心 只需坐6个站也就45分钟而已 不过前往中心的火车 每天最早一半是早上7点 和最后一半是晚上6点40分 所以总结是如果你是3到4个人 那么就叫grade划算 如果两个人还是公交比较便宜 不过当然坐火车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色 45分钟的时间我们抵达了A8这一站巴亚台 也是这趟火车的终点站 所以坐火车的朋友们不需要担心坐过站 我们现在走着露出酒店 两个鞋铁箱都给他了 我第二天选的酒店是Vanguard City Street 因为这里的价钱一碗只需要120元 而主要它是有提供车位 但是缺点就是距离巴亚台队有2.2公里 所以我们走了大约有30分钟 我们的第二间酒店 行程今天才算正式开始 我们的第二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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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分钟 这里 接住接住 接住接住 哦 哦 这这边呢 重复 你得拉开 拉开 然后有两张椅子 还有一个那个 像家里那种 光啊 我们选择 所以我们的表情 只是看明镜 进度 对 我现在说 就店主 一班 这温柔 一干 也不是那么大 好了,就是重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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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酒店了 酒店还是不错的,让我们提前 4个钟,check in 而且还是不收费的 好,我放这些 我觉得曼谷的天气好像有点晒 很害怕 我会把你返的 帮我们工作 来到处理 等我们这些都不像 我们修作每个钟 Ray,a lot 都会有点小胆 这些赤匙 这些赤匙 就是抢比较 什么 就是这个赤匙 这样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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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有点像马六甲娘的家 啊 这个也是一个小巷子 是买刺的 你看那名字好像 咕咕鸡根 在曼谷的第一个早午餐 是瑞在网上搜索的一家 泰式东莹公园 店名为贝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要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有人气有风雕 乖啊 我们的这一餐有点丰富 猜猜我们吃什么 感谢这个复活 什么是 感谢这个复活 我来到这里 其实目录也还没来得及看 我来到这里 因为瑞来这家餐厅的目的 就是直接盘着份 龙虾海鲜 东莹公命 来你好 大点 西路 画的变别 味道的话 在前美老师的大方吃 吃到蓬蓬 这一份龙虾海鲜东宫面 价格为泰铸1500块 有到曼谷幼珠附近的朋友们 不妨可以来尝试看 味道还是可以的 你现在要去森车路 哇塞 从我们组建 还不对了 是一般路打车过来 116块台币 很近吧 1.8公里 20多块人民币吧 不过太过心 现在还是太热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太阳很晒 我们早上就从这边走到酒店那边 就还好 因为早上比较凉快 好 OK咯 我们到Central World 现在要去吃冰淇淋 太热了 要下下水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Central World 因为瑞又在小红书收到了一个叫Azabu Sabu的雪糕店 它是日本著名的自制北海东牛奶冰淇淋店 已经成为Icon Xam的热门打卡之一 我们点了一个Double Cup 口味是草莓和招牌的Hokado牛奶 价格为泰铢190块 很大很厉害 没有,你们这边已经有红书 很厉害 很厉害 不然,很厉害 很厉害 这边,很厉害 演唱一天的泰服 演唱一首歌 演唱一首歌 哈喽 啊 摆了一個烏龍 很奇怪這麼換衣服的地方 是叫馬薩斯的 原來是 啊對了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還是泰國 泰國福體驗 啊這個才是 一樣的名字 去吧去吧 那邊太重了 所以有來這家 租借泰服的朋友們 不要搞錯哦 就算搞錯也沒關係 兩個門店的位置也就 距離30米而已 租借衣服之前 必須要填寫一些基本的資料 或者是 押金2,000一個人 這兩套是 泰國的禮服 五一的布 一個是疊好的 一個是要自己摺的 那邊太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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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有人要穿衣服 那邊太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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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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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太肥了 整個環節 因為 K路上的價格 配套是不含化妝的 所以高到某人不爽 所以體驗泰服的記錄 就沒有了繼續 也因為時間上的問題 我們還是按著原來的行程 來到了 Waarun 拍照打卡 這裡的門票費用是 泰銖200億人 跟網上的不一樣 但是會給一小瓶的礦泉水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 Waarun Temple Waarun是泰國的一座寺廟 中文名為鎮王廟 是位於泰國曼谷 亞裔區的一座佛教寺廟 它位於 梅南和西岸的吞吾里 也是大多數人選擇 穿泰服來拍照打卡的 一個景點 果不其然的 我們到了這裡 已經是人山人海 所以我們就簡單 到此一遊打個卡 嘿嘿 怎麼可能呢 就這樣結束呢 還是要補救下 要用盡最大努力 把眉化妝小朋友拍得美美的 留個回憶 不好,走開 好,還有你們 寶可 我現在看見慣人 為何他們有一個好 keeping 不是 沒有嗎 沒有客氣 誰も來自行 不是玩笑 不可以 不想讓人 沒問題 于是在安慰 retire mi 让我感受 của我 因此,有一个事是 张作 吗? info? 邻里是国际, 邻里 Bar 안에戴 从来 servi bisous 有一个不 Kai呀 我现在想看公愣 然后62k 买陪你买买 买买被谈特替 泰国补船完了 哇阿伦天佛也打一台完了 现在要去拿车了 我希望拿到好一点的车了 这个是我们的车 谢谢 其实这次来泰国旅游主要目的是北匹府 所以我们在曼谷也就逗留一天而已 我们租了一辆Nissan Amira 正常操作 拿车之前都需要全部检查一遍 哎呦不活 你要带我去拉 你让干嘛 今天不追不回 他带我去跑 虽然租了车 但是在曼谷中心里面的行程 我们还是选择坐地铁 因为在泰国市中心里面开车 太塞车了 还是选择坐地铁方便 你让开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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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天要去吃那个 这个 这个 满满糟 就是谁介绍的 就是 你 介绍的 我现在怎么敲 我一来一有记起来的 刚才一直 我们去这 我们去这 只为了寻找所谓的板南蛋糕 这就是 瑞在小红树上找的 板南蛋糕 其实 这名就叫 它在泰国 是有好几家分店的 这一天的曼谷行程 都是吃吃喝喝 都是瑞在小红树上搜索的 所以吃完他想吃的 甜点蛋糕 又来找 芒果糯米饭 来到 在满满那里店面吃一下 猪肉汉果 我们点了一份而已 这也是第一点的 然后 现在要去 来这个 去建设 不要 走一点 娜娜 娜娜广场 被誓为 世界上最大的成人 游乐场 因为著名的成员 莱克 娜娜 而得名 作为这座城市 最丰富多姿多彩的部分 娜娜广场主要以酒吧 酒馆 俱乐部 街头小吃摊 而闻名 前年吸引着大量的人群 逛完娜娜以后 当然要在曼谷体验一下 坐嘟嘟车 所以我们就继续去寻找下一家叫Jet One的甜品店 Jet One甜品店这一区华人比较多 也看到了很多华人餐厅 具体位置就放在视频里 有趣的朋友可以过去逛逛 因为Bandat Town也是在同一条街 这一整天下来我们的行程就是走走吃吃 所以来到这边也只是叫了一碗 不过 感觉就是一般般 但是来这里的人潮 是真的多 我们这一天的行程也就这样结束了 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分享 好 很高兴 好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